在1971年NASA备忘录里记录着这样一段内容 在阿波罗计划成功将人类送上月球之后 有位叫做玛丽·朱坤达的赞比亚修女 给NASA的副主任欧内斯特·斯图林格博士写了一封信 他问地区上还有这么多小孩饱受饥荒之苦 你怎么能舍得为远载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金 太空探索真的值得吗 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回忆起早在1957年 苏联的拜科努尔就成功将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 但在半个多世纪后 我们对太空的理解仍然相当有限 人类仅登陆过两个星球 地球和月球 人类的载具也只软着陆过八个地外天体 分别是火星 月球 木星 金星 土星的卫星泰坦 小行星Eros 小行星Etocava 还有楚流莫夫 格拉西门克卫星 我们目前推测 银河系中大概有2000到4000亿颗恒星 整个宇宙大约有1000亿颗星星 人类目前仔细研究过的恒星大约在5万颗左右 而地外行星大约只有3500颗 其中像地球一样 离恒星距离合适的行星大约只有100颗 这100颗里有一颗叫凯普勒22b的星球 距离地球大约635光年 被认为是除了地球以外 最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 但是以目前的科技水平 这是一个无法企及的距离 假设人类可以以光速旅行 也要花635年的时间 一光年约有9.5万亿千米 如果一架飞行器 以100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离开太阳西 要不停地飞108万亿 大多数宇宙的星球 恐怕耗尽人类的寿命也无法抵达 那么既然太空探索 对我们的生活没有明显的意义 为什么人类还要花这么多的资源 去探索太空 这让我想起了我最喜欢的科幻电影 星际穿越 电影里巧合地出现了 和修女性中一样的困境 在遥远的未来 地球遭到一种名为枯萎病的疾病肆虐 大多数人为了生存而放弃了科学 但不一样的是 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所有人都无法容忍太空工程 抢夺宝贵的资源 甚至连政府也不再给予支持 NASA的学者只能偷偷地在隐秘的基地里进行实验 在这种世界背景下 人类能做的只有卑微地活着 而每当我看到接下来这一段对白时 都非常触动 再次回到赞比亚修女的那一封信 为什么即便世人皆反对 明明还有无数人饿着肚子 他们也要坚持探索太空 电影给我们的答案非常明确 因为这是我们整个人类文明 能够延续下去的唯一希望 而现实中 在收到修女玛丽的信后 博士很快就给修女回了信 信里这样写道 亲爱的玛丽修女 在来信中你问我 在目前地区上还有儿童 由于饥饿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要花费数十亿美金来进行货心探索 在详细说明我们的太空计划 怎样为解决地球上的问题做出贡献之前 我想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大约400年前 德国的一个小镇上 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伯爵 过去他总是把大部分的收入 捐给镇上的穷人 因为中世纪常常爆发瘟疫 贫穷覆盖了整个小镇 然而有一天 伯爵遇到了一个把玻璃打磨成镜片 然后把镜片放入镜桶里 用来观察微小失误的人 伯爵当即就邀请这个怪人到自己的家里 并且决定长期资助这个怪人的研究 当镇上的人们都知道伯爵在花钱养 这样一个看似无用的人时 大家都陆陆续续开始谴责 抱怨着我们正在遭受瘟疫的折磨 而他却在为无用的爱好给那个怪人花钱 又过了几年 这个怪人终于发明了显微镜 同时带来了先进的医学发展 进而消灭了大部分瘟疫 他这么做所给社会带来的利益 远远大于如果只把钱分给那些遭受瘟疫的人 因此同理 我们的航天计划也能促进地面上的科学进步 每年都有一千项从航天计划中发明的新事物 走进日常生活 所以尽管我们开展的太空项目 研究的东西离地球很遥远 已经将人类的视野延伸至月亮 至太阳 至星球 直至那遥远的星辰 但天文学家对地球的关注 超过以上所有天外之物 太空项目带来的不仅有那些新技术 所提供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随着对宇宙研究的深入 我们对地球对生命 对人类自身的感激之情也就越深 太空探索让地球更美好 太空探索不仅仅给人类提供了一面 审视自己的镜子 它还能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技术 全新的挑战和进取精神 以及面对严峻现实问题时 依然乐观自信的心态 我相信人类从宇宙中学到的 充分印证了阿尔贝特·施维泽的那句名言 我忧心重重地看待未来 但人满怀美好的希望 在信的最后 博士附上了一张照片 这张标志性的照片 是宇航员威廉·安德斯 于1968年在月球轨道上拍摄的 升起的地球 后来整封信由NASA 以为什么要探索宇宙为标题发表 剩下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想我们执着于探索太空的原因之一 也许是为了探索人类本身 我们是一种神奇的探机生物 身体里每一个分子都来自着无垠的宇宙 但我们却不了解自己的出身 更对未来充满了迷惘 好在这颗蓝色星球足够大 我们有81个同类 生活并不孤单 但同时我们却又孤独 地球46亿年的演化 到如今只剩下我们这一种之人 在这浩瀚的宇宙里 我们都是一粒粒星辰 正如此宇宙的探索 让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 但同时也让我们感到自己的不大 也许这就是探索太空的意义吧 感谢观看